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一道 比较少人去的地方 很清幽的 但是很古色古香 而且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会化射 好了,这里是哪里呢? 这里就是龙丸 那怎么去呢? 很简单 如果你在银座 你可以找到隧道 而这条隧道直走 就会穿过龙丸那边 不需要过马路 这条隧道就是贯通银座和龙丸那边 因为地主偏僻 是比较少人知道这条地方 但是这条地方 其实已经建了很久了 有嘉湖山庄的时候 第二期开始已经建了 好了 现在这里就是穿过了这条隧道 是另外一边的出口 那我一边走就可以去到龙丸了 这条隧道 这条隧道在右边是马路 左边是嘉湖山庄 那 我们现在就开始走 你看到左边的围墙都很古色古香 你看到一个龙丸的牌 龙丸是在天水为嘉湖山庄里面 它在天葵路和天龙路的交界 以前这里是一个停车场 而后面 因为越来越多人住 所以居民就极力争取一些公共的空间 所以就争取到这里 在这里兴建古色古香休闭的园林 其实龙丸是花费了7000多晚来兴建 它是在2007年落成 但是虽然说很少人过来 但是这个园林的造型 的景色很清雅和很可观 是值得来这里走的 龙丸是分为两部分的 它只是隔一条马路 它有龙丸一区和龙丸二区 一区和二区只是相隔一条马路 而且很少车走的 它也是很方便的 现在我们右边 看到一个古色古香的围栏 而这个围栏 你不要以为是龙丸 不是 它是经过银座隧道走过来 这个区域其实是不属于龙丸的范围 它里面是麗湖区的 而这区域其实是不属于龙丸的 这个范围是麗湖区的邮湖区 但是麗湖区的邮湖区 虽然说是邮湖区 但是这里是很大的 这里 我们看到入口 它也是很古色古香的 襯托到龙丸的 所以很多人走过 不知道 以为这里也是龙丸 地下铺了很多石栏 的石炉 的小径 很多人都在这里做出入口 现在我们走进去看看 这个游戏柱 先去看看游戏柱 先去看看游戏柱 你看到很多建筑 都是很古色古香的 你看看八角形的框框 用石砌的围墙 很多种植了的树 草等等 游戏柱 是设计得很好的 你进去看到有些小朋友 玩的地方 有些老人家 早上来做健身的设备 而且你沿路走 是看到很多座椅的 你不用怕没有地方坐的 你走到累的时候 你又可以在这里坐一坐 很优雅的 很宁静的 中间这里很有趣的 有一个圆滑滑滑的地方 是让你坐的 这棵树就很久了 是在栗湖居的时候 就留下了 是没有移植到 也没有斩到的 在这棵树的旁边 也有很多椅子 在这个空地 早上有很多老人家 公公婆婆 就来这儿耍太极了 他们玩一两个小时 就走的了 而且他们不吵 他们开的音乐是很静的 他们开的音乐是很静的 我们静静地欣赏下四周的环境 很多地方坐的 所以很适合公公婆婆 在这儿耍太极 练一下太极 练一下太极剑 这样的 还有这个树下面 也有很多公公婆婆 坐在那儿聊天 是会觉得很静的 会觉得很静的 很静静的 而且如果很静静的 建立这个休戏处,建立丽湖的时候已经建立了这个日照 挺浪败的 好了,我们在这里坐下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接着就会过去旁边龙苑,龙苑有两个部分 我们的休息处过去龙苑都是隔一条马路 这个就是一个出口 在我们左手边直去就是这个天情村 对面我们看到龙苑一旗 但是我们不可以过去马路 我们去前方斑马线过马路 走去很远处,我们看到一个绿色的建筑 这个是什么建筑? 矮矮的,只有两层 这就是嘉湖山庄第二期的会所 第一期在上湖居那边 最先兴建的 而这个呢 之后兴建的,所以这是嘉湖山庄的第二会所 绿色这个建筑 不一定 我们沿路走呢 都不见到很多人了 现在呢就是 中午的1点钟 都不见到很多人 大家看到有个粉红色的这辆车呢 就是他们那些专线小巴来的 在这里住的那些住客 嘉湖山庄住客呢 就是搭车出去轻铁站啊,地铁站啊,这样的 这条就是天葵路了 这条是分隔了丽湖居和对面龙园了 我们现在过了马路了 我们过了马路,这里是龙园一区来的 那么呢,如果你仔细看一看 龙园呢,是参考了唐朝的建筑风格的公园来的 所以呢,它有很多大量的红柱走廊 黑雅啦,白墙啦 做这个园林的设计的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有江南园林的建筑气氛 和中式风格的建筑元素 最重要呢,它要人流少嘛 如果你喜欢中式的气氛 又想感受走进古代的花园的气氛呢 就不妨来这里逛一逛啦 这里呢,有指示的 那有什么设备啦 那你就可以根据指示和地图呢 去逛啦 的地方也设计,那也是它们的 也有些曼人的指示设备的 好啦,那我们呢 对着这一个艇 就是它的主要的建筑 以及这些柱子呢,你看得到很精细的 其实龙丸一旗和二旗两边都有两条柱 这些龙都在这里 可能就叫龙丸 这座入口的建筑就是它的特色 而且它早期落城的时候 它已经挑剔了,龙丸是很精致的 而且它也介绍这个龙丸的历史 而且你留意地下 它不是直接铺毛泥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石质铺的 这些化石 整个园林都有很多这些化石 你可以慢慢去欣赏 你看到地上是很特别的 而且它的石是不同的 每一个地区是用不同的石去铺层 这个虽然不算是很大的 但是这个整个公园的设计布局 也是用江南园林做蓝本的 所以很富有特色 以及很富有中国古代色彩的小公园 又有化石 这里又有一个化石 如果你是欣赏研究 化石、石刻、挑剔 这里是很值得来的 就算你看看它围着公园的墙 也是很古色古的 很有特色的 现在我们走进去公园的大堂 公园大堂是很大的地方 很多小朋友在玩 现在有些朋友在打羽毛球 你看看园林的那个艺满 亭区的设计 这畫的公园除了古色古香 然后 如果你有玩过格斗游戏 真三国无双 这里的场景真的有点似的 是不是呀 可以算是用于拍戏 可以说的lyn processo 而且我们要小心留意牆壁,窗花都很特色 窗花看出去其实是马路 所以它的设计很有趣,旁边吵集里面很静 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而且它的走廊,亭台楼局 这个挑剔都是根据那时候唐朝的设计,江南的设计 你看看它那些扇形的窗花 还有地上的石栏 窗花很有特色 这里只是一门之隔,外面已经是马路了 我们可以经过走廊去哪里呢? 经过大堂的走廊,我们就可以去到里面的余堂和花园了 是不是很漂亮? 很有特色,有些盆栽也很有特色的 而且你看牆壁上面,这个扇形的挑剔 真的很难得 现在很少看到的 因为有时候走去那些圈头 那些围头村那些 有些拆了,再翻新,再重新做 是很假的 我们看到了,现在进去就是一个花园的余堂 这里有人工的池堂 里面有了大大小小的錦里 但是今天可能令大家失望了 为什么呢?你看它围住了 有些胶带围住了 为什么围住呢? 原来今天是清洁了 今天清洁这个池堂 所以池堂里面的水和錦里都被抽干了 这是一个花园 这是一个花园 没有什么人走的 平时也没有什么人走的 去一些小径 它围住了 不让别人走过去 平时可以走过去的 如果走过去,看看池堂的錦里 今天也没有什么人 今天太多膠带围住了 很多地方不让人走过去 可能怕池堂我的人 对吧? 我的膠带一直围住了 是 旁边这个就是一个鱼堂 你看看它 叫别人不要喂鱼 但我们看下去是没有水的 因为已经抽干了 平时就很漂亮 是很漂亮的 比起平时的图 你看一下 那些錦里 游来游去是很多的 在片尾里面 就会放一些图 是以前拍下的 还有是 没有抽干水的时候 那个情况 我觉得我们在农丸一区 在传统的中式建筑 已经很正式的地方 它无论挑剔在龙苑的小石碑或入口的巨型建筑 都是滲透着隆隆的中式风味 若文青来这里真的挺开心 进入里面的走廊也是根据中式的风格设计 若不说不知道在拍剧集以为找了什么场景来拍 而这些情景绝对像你进入古代宫廷感觉 但不要紧,虽然今天抽干了水 我们在园里面有不同的凉亭 可以坐坐,捉下棋,吃下饭 学习古人的生活 在蓝天白云之下另有一番风味 其实园里面如池是很优美的,很有思义的 而且感理的数量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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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沙漫的 但是不要喂它们 不过今天碰巧清潔磁水上没有办法 但是你沿途看两边 可以看到很多活化石 你看这些活化石慢慢欣赏 而活化石在其他公园很少看到这么多 而且是不同形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石 很多会发射,对吗?很特别的会发射 好了,我们静静欣赏这些会发射 但今天实在太可惜太多胶带围住 很多地方走不过去 很特别的 那些石碑 和挑黑 很特别的字 有些是铁书 有些是草书 很多地方坐的 有些草书都很多地方坐的 那你有空拍摄照 都好像去了古代那样 有很多小径的,其实有些沿着小径慢慢走 他的指示亦都很清晰 你看到指示牌就可以知道自己会去哪里 譬如长者有些地方给他做 体操 或者在洗手间 或者有些少许游乐场 也可以看指示牌的,是很清晰的 在全部的凉亭都是被人坐的 很多地方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在这里的垃圾桶 都是用石的 用石来做的 不是我们在街上看到的垃圾桶 很特别 还有,这里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树木 我来看 比如说说有三只茄树 不知道在在哪里 有点珍贵的 就让我 trapish 我们在龙苑一区,差不多都走光了 看看周围的环境,看垃圾桶是吗? 很有趣,像那些烧制制的焚化炉 好了,我们现在走过去 这里差不多出去,我们前面有一条小桥 所谓小桥都是用来做样子的 这条桥真的少到不少 不过但是这样,你看它的挑剔是很有特色的 虽然小小一条桥 你看到它也不简单的,它挑剔也挺精致的 我们过了这条桥,我们就会出去龙苑一区 我们走完了,我们出去马路 经过马路过去对面的龙苑二区 这里就是龙苑二区了,我们过了马路了 因为我们不拍了,不拍过马路了 因为去这个马路,没什么人走也没什么车走 一过去就能过去的了 这是龙苑二区,龙苑二区在这边龙苑的入口 都是充满了特色的 它一样有两条桥 挑满了龙的图案 就是你慢慢欣赏是多么鬼苦神功的 它入口的招牌和我一边一样 它也有两条这些柱 那个挑剔也是一样的 和龙苑一区我一边也是一样的 这边又有另外一条,两条 那这边有什么不同呢?和一区 二区的龙苑呢 就多些设施的 多些什么设施呢? 这边是入口 它入口已经看到了 旁边已经有个儿童的游乐场设施 有鲜秋 有些小朋友呢 可以打鲜秋 有些小朋友呢 滑梯啦 这样的 虽然有小小的地方呢 但是也有安全设施的 好了,继续走进去了 这边的龙苑呢 这边的龙苑呢 就没有一区那么迫劫的 它的空地呢 比较阔一些 和大一些的 在左手边呢 就看到很多招牌 告诉你 这个指数是哪里去哪里的 这样的 就很容易找到的 而呢,左手边有很多 些建筑呢,很多住宅区 这就是小朋友玩的游戏区 它全部的地口都铺软毯,不用怕跌到小朋友 这里你会看到它不是小径,是很大的场地 所以它走的时候就比较空旷 而且这一边走的人比一区更少 因为可能比较隔洁 而且很多人来这里是主要跑步 你看到它有跑步径 这里是中的跑步径 那我们去到隔壁 隔壁就是起点 其实没什么所谓,你哪里跑到 因为实在太少人 这一条缓步跑径是围绕着龙苑整个内园区 那你可以试一试跑不跑得了整个圈 因为它是围着内园,所以景色很漂亮 有时候如果太阳日落 我的树影头射在墙上有古镇的风情 而且原来石栏路的范围都很大 大家都不怕不够空间 这里就是回跑境 管理得挺好,很完善的 这些地方是很整齐的 有人跑了 其实附近的人来这里跑 比去天水围运动场好很多 没有那么多人起码 还有这个空气很好 它围着整条跑道都是很多圆林 那些东西的 很完整的地围 的机会 封面的运动方式 全都有其他一些 垃圾绕在墙前的广场中 不粗害 旁边的描迈 旁边的墙前的广场 余运 如果你跑到累,不够水喝,也不用担心 因为它园里面有饮水机,让你栽回水喝 我们简单再介绍一下龙丸 龙丸在2007年4月启用 它其实是由天龙、牢、旁的三块地段组成 它总共占地1.98公斤 开始也说过,原来的设施布局是以江南园林为难本的 所以里面有凉亭 人工池塘 中式走廊,太极墙 卵石路,步行径 它还有这一条 现在这一条350米的健身径 有刚才介绍儿童有乐场 也有长者的健身场 有棋桌给你捉下棋 很多的长椅给你坐 而且是有洗手间的 在全个院的亭台楼角 简沙碟石 小桥流水都称托得很别致 园林的中央是人工池塘养了锦尼 有时夏天 河堂有河番盛开 还有很多座的石雕 砖雕 和看落设施 有时间 都不妨来这里走一走 游一游 是很值得走的 还有很优雅优静的 这个东西都是小桥流水的 有些大荣树 其实大荣树是以前 天水围发展的时候 没有斩了 而留下的 其实天水围是很多大荣树的 它是就建筑不需要去 斩了它 它就留回去 所以是很多大荣树 今天我们介绍龙苑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希望你们喜欢 和可以慢慢欣赏 如果喜欢的记得 大家记得 赞和订阅 在片尾里面 我就会 post一些照片 这些照片是未抽过池水的情况 还有 平时 农苑的夜景 是怎样的 让大家在不同的角度 去欣赏这个农苑 希望大家喜欢 好了 耳区我们游完 都 哈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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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